哥 带我去见一下宠宠嫂子 我怕被打 为什么 说个徒弟就会被打 明天我就可能去北京了 这么快 所以我不在的话 所以你可能又变成了 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 反正该教的一些 拍摄的东西 这东西也都跟你说了 回家的时候自己去好好练习一下 好 今天准备回去 你也准备回去吧 四哥回去看一看 几天没回去了 三十天吧 哥 去北京干嘛 好容易啊 有点不太好说 那你拿着手出来 拿手出来 啊 肯定啊 不要说的这么直接 挺不好意思的 这身体数字 虚 太虚了 为了状态吗 可以这么说吧 动动动 还有一个事情你自己要考虑好 嗯 就是你这几天也跟我这么几天啊 嗯 也知道我怎么去拍 怎么去剪 这工作 你能不能拿捏得住 就看这个了 嗯 可能后面的话 你拍也有可能不是拍我们这种 对吧 那肯定 嗯 会找其他方向给你 嗯 我自己不行的话 我就孵化下一代 这就是我 总要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那马哥你去北京的话 一路平安 好 我会的 到时候你从北京回来 我们 我再过来 对对对 那我去见一下虫虫嫂子 我怕被打 为什么 叫收个徒弟就会被打 带着他去见马嫂 我还真是心里有点慌慌的 不知道会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老板给我两个糖葫 一块钱一盏 我再来两个花肉点 好 你买糖葫芦干嘛 给嫂子 你要吗 我不要 他你要菠萝吗 我不要 女孩子的性格真细啊 还知道买糖葫芦 看 现在穿白衣服的就是他 带帽子那样子 对 他在忙呢 是 在这里等一会他吧 等他下课 好 你好 你好 带着冰桶 谢谢 有福了 有福了 真好 这是 这是徒弟 徒弟你没跟我说过 我没跟你说过 没说过呀 我在梦里面的时候没跟你说一句吗 他的视频你都看呀 看了 太忙了 太忙了 他最近好忙 没时间看 这个冰档葫芦带的真好 好 一个孩子一个腿了 这里还有一颗 还有一颗 那我先去上班 下午晚上一吃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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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先去了 自己坐一下 虚惊异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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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虚惊异常 你虚惊异常干嘛 那是我虚惊异常 我怕你 怕小子不同意吧 小子又美丽又大方 虚惊异常 对对对 就是昨天教理也刚买了一个出衣板 他买的 不知道买的干什么 平时也没见教理 这个用手洗 你这个不太地道 我都来了三四天 你才跟我 没事没事 走吧 回去吧回去吧 好 慢点走吧 等我从北京回来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来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 小姑娘走了 明天我就要去北京了 希望这一次我能顺顺利利吧 有好的消息 带到家里 那这期的视频 小马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